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31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一節繼續和大家討論香港 的前途 香港的前途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那些藍絲博老命 告訴大家 沒有問題的 最新有一篇奇聞 我看到 有些 大帝出來告訴大家 經濟那麼好 為甚麼還要賣樓呀 那 是哪個的文章 我也不想引述了 總之說話非常恐怖 那麼多人去旅行 證明香港人有錢 真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原來有錢去旅行 等於有錢買樓 我不知道應該用離地來形容 還是用愚蠢來形容 兩件事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按照 這種邏輯 你說任何東西都可以 你夠話了 內地人也有錢去旅行 有錢做核酸 為甚麼樓市會倒閉呢 俄羅斯也是一樣 湯先生 也是忍不住要說 俄羅斯 人們有錢去逃亡 為甚麼沒有錢頂著勞報呢 為甚麼沒有錢頂著國家呢 完全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這樣的人 跟你研究香港的未來 你說多恐怖 恐怖的當然不止只有一個 譚耀宗 就是這個 被揭露 就是 漢奸 兒子去了澳洲 以及媳婦 在搞移民生意 的人大常委 譚耀宗 出來又要表忠 這次好像怕死香港 真的不死得 香港這樣的情況 真的不懂得形容 坦白說 如果香港 真的 不知道為甚麼那麼好 不用跟 大陸的防疫 政策的話 首先第一 我也不覺得會發生 不知道為甚麼 可以香港開關 但是 內地就繼續 嚴格 清零防疫 如果不知為甚麼可以這樣的話 理論上 香港 也應該還沒有死的 畢竟是 曾經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 如果按照 譚耀宗這個說法 說香港 也一定要堅負 統一台灣的責任的話 那麼 這件事就不是普普通通經濟問題 徹底上升到 政治問題 甚至乎是 軍事問題 所以這傢伙 真的可以用靠害來形容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雜誌 我們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繼續一路聽節目 一路打開節目清單 這是免費方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一路聽節目 一路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粒大法 有時間 就去按一下Pi Network 我已經快忘記了 說起一日做節目 本身 我們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說 不是自滿 是客觀說的 我們也算是 成功的時事 KOL 即使是這樣 我們 都是要每天 很勤力去看新聞 就算病了好像在下階 雖然現在話聲沒事了 都需要做節目 換句話說 你要去經營一個 你自己 的事業 是 很需要你自己 擺很多很多很多心機 所以 昨天Tony說的那件 什麼移民英國情侶 跟你說開cafe 茶又未充得好 跟你說沒有生意 跟著跟你說要朝九晚十一 我們也 很辛苦的 我們有時不是朝九晚十一 如果我算英國時間 我現在是凌晨事份 你說自己辛苦不要緊 但是你說很辛苦辛苦過上班 自己甚麼事都要一腳踢 這句話 充分表達了你 相當之離地 從來自己沒有捱過苦 這種說話 不用在訪問上跟人說 任何人自己捱過 吃自己也知道 沒有人會說這句話的 你做得生意 說很辛苦要一腳踢 不是說不同情人 同情不是不同情 但是同情是要留給 值得同情的人 同情 你有錢 去買 200多萬 買一間獨立屋 跟人說沒有生意 喊救命 我們有很多 我們認識的聽眾 他們過來 可能真的 身上只有10萬8萬港幣 甚至乎 再少一點我也有聽過 很多人不是過來想買樓 想盡辦法租到一間屋 然後就去找工作 就在這裡生活了 為甚麼多了那麼多人就來英國呢 他們本身還要在英國讀書 你在英國讀書 在英國的大學畢業 你跟我說在這裡找不到工作 不要緊 如果你們 在英國讀書 在英國大學畢業 你也跟別人說你找不到工作 其他人真的死定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一點也不同情 我徹底認為這些 徹底看 100%是藍絲 本來跟這節沒有甚麼關係 不過看到譚耀宗 我就想起 他的兒子和師傅 他的兒子和師傅就移民了 去了澳洲 沒有東西要做 要做大陸的水 有甚麼要做呢 學一些藍絲話齋 就點別人了 吃藍絲 吃五毛人血饅頭 老點他們移民澳洲 自己的兒子 和師傅 就搞澳洲移民生意 你們這群粉腸 就留在香港 弄壞了 人權 法治 自由 甚麼都沒有了 被你弄壞了 你們就留在那裏叫人愛國 你們這群人也算是人渣 中人渣 現在這些人的子女 孫 如果有的話 就全部閃光了 像田北辰那樣 過去英國說探孫 不是田北辰 田北俊不好意思 你大哥才對 說過去探孫 你們這麼愛國 那麼多 祖國發展 掌握的機遇 你們的家人 子女 孫子 全部都去了英國 你們這群人 所以 這群人出來說話 真的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現在不要緊 你們出來說自己怎麼愛國 你不是 真的想弄壞香港嗎 譚耀莊 香港也要肩負解決台灣問題 的責任 要香港人當兵 當解放軍 當解放軍不是問題 我覺得 解放軍一定會叛變 如果你說要香港 肩負責任 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在 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 香港 要盡情發揮 軍事港口的優勢 你是否想說這件事 如果不是我們看不到 香港一個 金融中心 一個國際城市 對於你 統一台灣 可以肩負到甚麼責任 除了作為軍事用途 我真的看不到 怎樣可以在 武統台灣 雖然他說 想和平解決 但是和你的頭嗎 你瞇大你的死人眼 你看看現在 那個軍委的情況 整班 主戰 人們說 Action man 做了軍委裏面的副主席 這樣的情況 你還說和平統一 和你的命嗎 他們現在 你以為 真的打算不打 是不夠打 所以不打 他們稍為 判斷錯誤 覺得有得打 他們也會打 你說香港要兼負責任 香港有哪部分責任要負呢 你會不會跟 金管局去討論這件事 即是香港 在武統台灣 的事項上 如何發揮 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 的軍事講口用途 看到你這樣的情況 現在國際金融 峰會 人們 開始不來了 放飛機 Tony也會另外再說一節 我這裡就不詳細說 這樣的情況 你好像真的好像怕死香港不會死 香港 就算 不參與軍事行動 本身 都已經死了大半 還說要 去參與 武統台灣要兼負責任 你真的怕死香港 不會被人 攻擊 這樣 一旦打起戰爭上來 再說多一次 不是100%安全的 如果 那裏真的用作軍事用途 這個 就有機會被人轟炸了 不過 最好的消息 就是 台灣的武器 來自美國 應該相當精準 應該誤傷平民的機會 萬一真的發生衝突 如果而有香港有份 那麼精準的武器 應該傷到 平民的機會就是較低 所以 譚耀宗 出來這樣靠害法 我們真的想不明白 這樣的環境 除了攬炒這條路線之外 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其實整個中國大陸 以及 香港 香港 有 唯一一個希望 各位藍絲 就是政變 你們不推翻 中共和習近平 到最後 一定 是死路一條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傾斬 但是 仍然是 我們 太團